好,我們現在回到第三節 講一下海外的事件 順便一些要求 講一下海外的事件 講一下加拿大最大的海外發生的事件 加拿大郵政局現在正在舉行大罷工 不是全部罷工,不過呢 加拿大的人口特性比較特別 主要是集中在四大城市 不好意思,收音有些 多倫多、Kalgarry和溫哥華 只要其中一個罷,其他三個都 基本上全國的七八成都罷了 多倫多罷了兩天 如果說為什麼罷呢 首先講一下,罷的原因是 跟近幾年的網購有關 通常你問老闆講加薪,老闆就說我虧錢 加拿大郵政局每年都是這樣 年初就從全世界講 現在人們用了電郵 就不會用了電郵 運信量下降 我們已經頂不住了 但其實他們是簽了很多 加拿大人表面上是自由競爭 但其實很多東西是保護主義的 譬如說他們會濕蝕大這個旁白席 即是用某些理由去做這些事情 這個 Air Canada 它不是濕蝕大的 不過是有少少有辦法去保護它 那些鋼鐵業那些不用再說了 那Canada Post 就是成為了整個加拿大最大的 包括運送公司 那很多人就說這個東西是 政府濕蝕大的 他們經常說錢就是納稅人給錢 那我可以跟大家說五 Carn Cooperation 即是有做這個 Public Service的私人公司 其實已經變成私人公司 所有東西是自負盈規 那近這幾年呢 其實是賺錢賺到兆 反而是將它 政府有股份的私人公司 正確地說 就反而就將這些錢 好像有1.7個Billion 就濕蝕大給政府 令到政府可以降稅 即其實不是政府 給錢Canada Post 而是Canada Post 給錢政府去做事 但是 這是真相 已經有人挖出來說 那次我聽了一些節目 但是他們那些 由於他們是減了信 但是加了信 但是又不加人手 就做到一些 那些人 就是 他就分上下午間 現在 上午間就好像說 8點做到3、4點 但是下午間 10點做到6點 但是問題是由於 他的兵器量 是很多人害怕的 就是單單是一天 有平均25件大陸機過來 淘寶的東西 大家可以知道他有多麻煩 每一個郵差 他說有5萬個郵差 5萬人員工 5萬個郵差 左右 5萬人員工 我估計 佔了6成 就是3萬個郵差 每人有25件 每日 至少25件大陸機過來的東西 還未計 Amazon 還未計 大百貨公司 等於這裡 那些叫 鮮詩 永安 那些網購 那些得人害怕的東西 是很多人害怕的 我有個朋友告訴我 我曾經叫他 不如你錄一段東西 說不行 公司說明不準 錄了 被人指導他應該叫醜 所以他只可以告訴我 發生了什麼事 嘩 這麼嚴重 是呀 這是內部東西 已經出了記錄 現在是 現在是作戰時期 公司 公司可以任意 找一些人做寫手 在網上寫 但是你公會就不行 每一刻你公會 說你這班公會懶 但是其實原來 實情就是 譬如說 如果你做下午間 翻十放六 你加拿大的冬天 是四點鐘天黑 你天黑要繼續派 不派西埔 拿回去 一天就說 如果你兩西埔都是這樣 把你進房秉 很多人就做到晚上九點幾十點 那我媽媽的工商率已經到了三成 那他們很嚴重 是很嚴重 就是說 他說他有一個叫Prosal Transformation 的東西 就是說 他以前有一個部門 專門用來派鬥 但是他這個Transformation 就是每一個郵差 就是我給你一輛車 你上手去派賣 於是你就炒起了Prosal的部門 但是他這樣就算錯了 因為有些舊式的Apartment 你是要Door to door 即是怎樣呢 你是要走上頂樓 逐家逐戶派回來 譬如你有十層高 一層十二戶這樣走回來 但是你又要派Prosal 現在那些人網上買東西 是可以買到想買電視的 是買電視機 譬如說三十吋大 四十吋電視機 你都要捧上去 如果他家裡 那你怎麼搞 你沒得搞 這個人就做到散了 工商率是很高 那人工呢 這幾年就是1.5%一年 但是每年的通脹是2.5% 就是換言之 基本上哪想購人工 那就做得很辛苦 所以那些人最後決定 要是你和我家人工 加到2.5% 那就請多些人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做OT 因為我真是敵 你要請多些人 不要再逼我們做OT 如果再做OT 我們就死人了 有很多人是工 很多人是做到50歲之後 就散了 人的身體 大哥每天走四 每天走五六個小時 每天走四五個小時 那些人會瘋了 夏天走四五個小時 冬天走八個小時以上 六至八個小時 你這個人是頂不住 所以才又精敗百工 另一個促成的原因呢 其實就是大麻 我們上一集說過大麻 基本上一計數就知道了 單單第一天就已經賣了十萬盒大麻 安省 就要郵差派了他 就是每個人 他說他跟我計算過 每一個人 起碼要多二十件PASO 還要簽名的 那一天多二十件 那二十天就多四 就是一百件一百件 那些人都是做到 很辛苦 是很辛苦 高危 還要是因為會搶你的大麻 會不會 是會搶你的大麻 但是基本上公司是沒有出聲 應該怎樣做 他們只是說 如果他搶你的大麻 你就給他 那大哥 那些傢伙瘋起來 還打你兩刀 那你沒辦法 那現在根本上是 那很嚴重 是啊 所以新近先兩天我看電視 那個記者去訪問 那個Canada Post 那些Propaganda 那些人說 你們是不是逼人做OT 他說 那個人馬上呆了 我們這個問題 我們會慢慢談 不答 這樣吧 不答的了 當然不答 你逼人做 你冬天晚上逼人做OT 做到晚上十點多 很不人道 但是很多Propaganda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很多私營的公司 譬如說Fedex 和UPS 都很想Canada Post 崩壞 他崩壞了他就可以搶他的生意 因為他想分一杯金 是啊 其實原來很久以前 他們曾經打過一場大官司 和Canada Post 那場官司就說 Canada Post 只可以寄信 不准派巴嫂 但是我們說過 加拿大表面上 是自由競爭 其實是保護主義的 所以當時他找到一個法官 法官就說 你們只是喜歡派那些人口囂密的地區 那不行的 你們不會照顧偏遠地區的 那是不公平的 所以就一定要Canada Post 這樣說 現在不知道怎樣 已經霸了一個星期了 很多人都站在那裡 但是也沒什麼所謂 我猜很多人都猜的 我自己也猜 因為快要11月 黑禮拜一到 就會有結果 好像美國中期選舉 中期選舉一到 那些事情都已經清楚了 一樣 那 真的都嚴重了 很嚴重 情況很嚴重 我問了朋友 那你這幾天怎樣 這幾天就沒什麼事做 因為多倫多是一個分信中心 是管整個南安省的 基本上是一個重大的地區 我們說過 四大城市是集中了 整個加拿大的 我估計六七成人口 即是那個話 又是狂派 又是做變形金剛 又是做變形金剛 沒什麼的 但是你沒辦法 慢慢來 現在不是全部大罷工 他是多倫多罷了兩天 好像明天說到BC省全民 做尹哥華 明天就 到時再 他輪流罷 輪流罷 但是每一次罷都有一個大城市 他都已經吵死了 他就說Edmonton也罷了 據我所知 這樣 這樣很嚴峻 這個情況很嚴峻 但是你沒辦法 你拿的員工拿得太厲害了 為什麼要拿這麼厲害 因為如果有錢賺那些混蛋 有Bonus上面那些混蛋 等於香港的大公司 看著預算沽航黑薄 沒什麼的 正常 人之常形 他不揍爆你也不是人 因為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 老闆也是這樣 這個世界 如果說到這裏 我們可以說另一件事 是關於Richmond 最近我看到 很多連蘋果日報都賣 說加拿大 不是加拿大 Richmond大選舉 有個華裔女議員 不說民主制度 又賄選 有一個華裔女律師 國女士 就說想選市長 誰知被人質問他 什麼人權 六四有沒有發生過 他竟然去說一些 大陸沒有 親大陸的言論 就說他是滲透 這樣說 但是如果 是很留意這件事 就會知道這位國女士的律師 她是一個什麼律師呢 她是一個移民律師 專門幫大陸人移民 不用說 其實她只是為了自己的客團去做事 做宣傳 她那一陣子就陷入了一宗官司危機 就說她有個手下 就偷了她的錢 抽了客戶的錢 穿了草 她就被人告 這樣就失去了很多客戶的信心 那賠回給別人就行了 是 那賠回給別人就行了 是 但是有人要告她 說她專業失德 她又沒有錢 賠當然賠 但是一定被人告 你專業失德 其實呢 大陸人是很流行的 因為我記得好幾年前 好像七八年前 四五七八年前 我不是很記得正確的日子 有一個人出來的 一個人很臭串的 姓唐的 好像叫唐偉俊 就說自己是唐人巴菲特 出了一本書 叫我是唐人巴菲特之路 那時候自己在加拿大出了一本書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叫 讓人找他去投資 去買這個股票 那一次金融海嘯 真的是巴菲特的名言 水退又知道哪個沒著褲 他是一個沒著褲那個 蝕得褲值被人告 他就出絕招了 就告訴別人 又是專業失德 證監會找他算帳 那些事物不再說了 就說他的帳帳髒了 他當然是不承認 他出招絕招 就去選多倫多市長 他就說 如果我選到市長 如果大家現在去打同委長 這三個字都可以找到 多倫多市長就沒有人敢告我 這樣的 其實就是要來玩 他甚至走回大陸 就說我要找資金來填一筆數 這樣 其實葛雄 那鬼葛律師 其實都是一種手法來做事 就是 不要忘記他是一個移民律師 他就要告訴別人 我還是紳士名流 他不是要告訴我們這些人 不是告訴我們本地加拿大人 他是要走回大陸 跟大陸的人說 我有權 我有這樣的身份地位去選市長 所以我是可以可信的 你可以繼續找我的 是為了自己的生意而努力 而並不再浮於任何滲透 這個情況 就是這樣 其實有一班香港支持民主的人 看到這些消息很喜歡起控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根本很多時候 就是誤解了這些消息 當然也有些人在亂散佈 就是 其實我看到他的感覺 有些人就是覺得 哇!大陸滲透很厲害 就是 每個人在外國參政的華人 都是有些背景 都是滲透 總之講國語就是滲透 講國語就是這個 叫做 賄選 但是其實 微信派五毫子的紅包 都在說他們是賄選 就是很愚蠻 但是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是那些人不懂得玩 如果懂得玩 譬如說這裡的福特市長 福特省長 他們每一年他們的家族 都會舉行一個叫做 燒烤大會 就請所有人 我親自請大家吃熱 是熱狗 真是他的熱狗黨 每年夏天就說 今天是福特節 你們在公園一起吃熱狗 自己有很多錢 那你可否可以說他會賄選呢 那熱狗都不知五毫子 其實都不是請人吃東西 就算了 有些人就把香港那套 香港那套 或者大陸那套 反貪腐規則 就是那些廉政規則 你放在外國 以為外國就跟香港一樣 其實外國不跟香港一樣 就是這件事情 我知道很清楚 就是在香港 郵政署那些人吃飯 他們全部都會說不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要填形 又要說 跟誰去吃飯 又要跟誰去喝咖啡 又要做出來的 就是他填了一張形容 更煩 那他就寧願說不要了 AA制的出去吃飯 他們肯出來吃飯的 但是要AA制的 那你做一下都沒有人 你都不會找到他們 但是外國不是這樣的 澳洲和紐西蘭都不是這樣的 就是你找政府裡面的人吃飯 那些全部沒有問題 你知道不是誇張 因為別人是用common sense 人家common law的requirement 就是要common sense 香港人是沒有common sense的 有很多都 結果現在廉政署處做什麼 就是專門抓那些 拿幾十元的好處的人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黑幫 你抓這些人有什麼意思呢 他們是 他們是 梁振英五千萬 你又不去查 查都不查 是啊 這樣才是證明自己做事嘛 不打老虎打蒼蠅 打到蒼蠅 他就覺得自己做了事 最重要是有個個案子 其實大陸現在都在走同一條路 大陸其實都是在走同一條路 譬如你去跟裡面的人聊天 你帶一瓶紅酒去 在外國很正常 就是見面禮 或者你跟他很熟悉的 每年吃飯節都送一瓶酒給他 這些是很小事 其實只要酒不是特別貴 連補也不用下的 譬如一看就只有20元以下的酒 他就不用下補 那現在的情況在國內是怎樣呢 就算拿一瓶20元的酒去也好 他都要你下補 就算你拿一瓶爛鬼的貴花塵酒 20元人民幣 他們那些人都不敢收 因為中國 我覺得文化上不同 因為你中國人的文化 是說我收了你的東西 就是我要幫你做事 是人情的問題 而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生人人情債是不行的 中國人 外國人是解釋得很清楚的 外國人就說 我收你20元 我就當朋友 但不代表我要幫你 但中國人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中國或香港是要 就是愚蠢 收20元都會幫你做事的人 根本那個人的人格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什麼 譬如說 我記得很多年前 看過一則新聞 有一個大陸夫婦去到 那個男人見到 那個老公見到老婆 在公司工作 做臨時工 那個老公故意去 就送了冬甩咖啡給那個老闆 他老公說 謝謝你吃完之後 他始終沒有請到老婆 他老公去炒花窄 去罵那個老闆 為什麼你不請他 你吃了我的冬甩 喝了我的咖啡 你就應該要跟我做事 這個是中國人的想法 因為他不私利 完全分開 你是建立一個關係 不是代表他會幫你做任何事情 尤其是別人職權以外的事情 你根本不可能要求別人做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 你的看法是對的 我覺得是你的分析 但是 香港不應該搞到這樣 其實搞到這樣 連政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結果就是 廉政公署不應該只是打烏鷹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 廉政公署專門打烏鷹 因為不敢打大老虎 打大老虎會死 所以人們說中國大陸化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 所以基本上就是廉政公署這樣做 就給了那幫藍絲一個很好的說話 平台 就是大陸比你更好 他就是這樣說 是啊 有很多藍絲是這樣的 現在 大陸那套應該來香港 有很多人是這樣說的 因為你香港那套50年不變 已經是有問題了 因為你社會在變 你50年不變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這樣說 那你覺得應該是變成 就是不要那麼緊 而是說要很 對大老虎要打巢 一定要打巢 是 大老虎一定要拿他們來開刀 就是每年都開這隻大老虎 差不多了 但是沒有這樣的政治能量 但是香港是沒有這樣的政治能量 因為香港的特首選舉等等全部 都是要靠那幫大老虎 這是香港政制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認為民主派應該主力反對這些 主力反對這個不義的特首選舉 那種讓權貴有特權的制度 其實應該是反對這些 他們是 其實他們是 怎麼說呢 他們又不敢 他們不是不敢 他們就是一邊說831 一定要真補選 是用兇犯的口號去掩飾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 純粹我個人意見 講清楚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爭取民主的人 他們就不是真的爭取民主 也不是爭取社會有更大的公義 只是他們想擁有權貴擁有的特權 他們才去參選 我不是這樣說 我認為他們是 黨派的利益 他們履行的正義才是正義 黨派的利益是重於這個 大局的利益 哪個人可以 你這樣說也是 我 他們不是不想 他們是想的 但是 只是可以他們做 而其他人不可以做 人不可以做 當你逼得他們很緊的時候 他們會團結 但是當你一對他們寬鬆 他們就會說好 永遠都不可能團結 如果大家 講回補選 大家看一下這一次補選 例如李卓仁出來做 於是又有另一批人出來說他 我令我最可怕的是 當李卓仁去選舉論壇的時候 應該有一個候選人 叫曾麗文 我以為這個前人力的人 是會幫他 誰知道原來曾麗文也是來咬他 其實很正常 因為人力的本質就是罵這個 泛民嘛 就是民主黨和泛民 就是以民主黨為首的泛民 就是這個 攻擊的 就是主流 怎麼說呢 就是他們那個主要的信仰 就是攻擊這個主流民主派 是啊 但是我是很驚訝 現在李卓仁 所以我說李卓仁是勢的 他是一個抽三個 分分鐘三兩較子 不過不要說了 我們補充這次選舉 是有這個 陳凱恩、李卓仁、馮檢基、曾麗文 還有一個叫什麼名字 糟了 我忘記了 總之五個人 那個是建制派的 就是一個抽五個 我也替他有些細危 不過說來幹什麼 沒什麼意思的了 支持李卓仁 一定要投泛民 大家很開心 我就不是這樣的意見 不過 就是這樣說 其實你支持李卓仁 是要支持的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人工不是一個 這麼大的問題 但是呢 實際情況就是 民主派是要吸取自己的教訓 怎麼會呢 要吸取他們 唉他們不會 但是他們是需要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看看民主派的問題 就是他們現在說 李卓仁說的政綱是什麼呢 就是平反六四 和爭取民主中國 這件事情已經勾了 其實 你要看一下別人 陳凱恩在做什麼 陳凱恩 香港人現在是暖極私情 他們希望發展經濟 暖極私情 老實說 是迷失 但是大家都有一件事 就是 好了大家玩夠了 定下來 就是 休養生息 這一件事 是最重要的 現在 不需要再什麼 古靈珍貴的改革了 麻煩你 現在陳凱恩就是講這一套 完全全是講 一定要這個 就是 不要再搞亂了 社會爭拗太多了 大家休息了 陳凱恩主要是講這一件事 所以陳凱恩這個人很棒 他做 這個選舉工程 是很大程度上是跟了 陳凱恩 陳凱恩 是 那 所以就被人說他假裝 於是就說 他說他是記者 其實他是網絡言論自由 怎樣怎樣 無論怎樣 其實都說香港人 如果覺得新加坡是好 香港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而這個危險的信號已經出現了 是啊 還有泛民的議員 是有份散布這個信號的 就是譚文豪 譚文豪他就用新加坡的住屋 來批評香港政府 那當然啦 我覺得這樣做是不好的 不過人是有言論自由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當這件事情 當很多香港人覺得新加坡好過香港的時候 其實香港人負責的自由 那些言論自由 那些可以完全不用 到了那個時候 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住的需求 是變成了第一名 其他的東西都不會理的 那說回來 社長你是不是仍然認為 這個我和你提過 這個填海 就是填海是一個房子 還是填海是會勢在必行 其實我搞錯了 我看回資料 因為有個網友 就很好告訴我們 我們有些話說錯了 那那個老董那個方案 其實就是2200公頃 那那個土地大辯論那個 就是講1000公頃的那個諮詢 嗯 就是填海 那吳正推出來 那個就是中間落墨 吳正那個方案就是1700公頃 是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近岸填海 就和做人工島是兩件事 那我到現在都認為 就是你近岸填海 其實就可取過 這個人工島 那人工島 要是你可以做 就是去遠一點 但是人工島究竟 是老末懂的意思 或者是中央的意思 這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嗯 搞不清楚 其實 為什麼有回音呢 你好像開了一個video 我沒有 又生了 我看到沒有人的樣子 不要緊要有些回音 嗯 其實搞不清楚 因為他們也不會告訴你 是 你只可以看表面 看表面 就是 很可能 有 有 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做人工島 就是 不知道哪裏下來的 那 有可能是因為 中國現在有些做島的器械 嗯 那 就閒置了 因為 他做完 南海那些島 嘛 是 那些器械還在島 他要找地方用 那 找你香港笨實 就最好了 因為是賺香港錢 騙香港儲備 那 做島 只有他一個懂得做 只有我們這個中國 中國 海灣懂得做這個島 那你就要找他做 因為其實其他公司都不可以 證明了 就是 禮頓那些已經證明了不可以了 那 你 現在基本上 基建就會走回中資 是啊 那其實是不好的 大趨勢 不是好事 其實 不過 沒有辦法的 是 這個大小草衰 其實就是 那 這個其實大小草衰 香港是換裝 換裝 於是 就牽涉到很多利益關係 所以就有 有些人 譬如說 什麼環保佬也好 什麼都好 買通了 互相爭奪 但是其實 那裝是 無論你做了還是不做 那裝都是要換的 看看你怎麼測定它 其實 其實 開發某些 郊野公園就好些 但是 可以 但是 你擺不平地產路 太多矛盾利益在牽涉 其實應該就是 我是這樣看 每個納一塊 我怎樣都要做 每個納一點 每個都納 譬如說填海角 填少一點 但是我 我可以 新界佬納一塊 郊野公園納一塊 填海 填一塊 譬如說 一千公頂 每個三十公頂 每個三百公頂 納一塊 納一塊 那就交到差 不需要那麼大同桿 銀工倒 我也是反對 但是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 它是要 因為我覺得它最主要就是 有些限制的機械 這個是我猜測 沒有證據 當然有些人會說 會說 但是這個是合理的猜測 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那些人 做完那些 南海豬島的 人工島之後 他們那些器械 全部都閒置了 他們要找地方 用這些器械 人工島 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你看看香港那些建築公司 哪裏會有 哪裏會有 track record 做這些 沒有的 你的投票根本是投不了的 嗯 你一定要抹抹一間 中國港灣這些 真的做過 人工島的公司才行 或者去日本找日本人 嗯 那你怎麼做呢 本地人 就收得皮 所以很麻煩的 現在 現在是一個 就是 它這樣提出來 就是 對打工的人 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你 你不幫其他 就是你不幫 本地公司 幫大陸公司 打工都是OK的 但是 你實際上 就是 香港人 永遠都 在這個公司 不會有save 他做這麼大的事情 大家自己 在工程界 找食的人 自己走位 就是我可以說的 就是這麼多 是 那這次時間差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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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